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么几个包 这个包呢 时而会给你造成一些困扰 但是呢 有的地方还会装 我先大概把这个东西装上 装上以后带着你们跑一遍 跑完了以后呢 我再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首先呢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兼容一些旧版本的CSS 那么兼容一些旧版本的CSS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不会给一个例子 只是说我们会把这些loader都给你装上 然后呢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会安装这个stylelint stylelint是个什么呢 stylelint是一个用于检查整个 我们的这个CSS有没有 就不合适不合理的这些地方 lint呢 包括下面我们还会介绍eslint lint的其实来讲 它叫静态检查工具 这些静态检查工具呢 在会在某些地方 去检测一些代码静态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给你提示 但是我这么说啊 比如像原来的 jslint或者eslint的话 其实做他们的人在底下的这些 规则方面 其实是非常格色的一批人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 有一些东西不让你用 比如说我们不说eslint jslint里边 如果你用for循环的话 他都会给你报错 他会认为你应该用for each 就是写jslint那个人非常偏执 他认为说for循环这个东西 是fulton里的一个败笔 所以他在检查代码的时候 他甚至会把for循环当做错误 那么 还有包括比如有一些 后面我们看到 比如双下滑线开头的变量 他不允许你生成这样的变量 就这种东西匪夷所思 你知道吧 就是你把时间不弄在正事上 然后都弄在这种事情上 你在中国的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你写代码的话 你把时间都浪费在这种东西上 这个老板会对你有意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lint这个东西呢 看你们公司 这个教学我会学 教你们 我会把这个东西 给你们整个讲一遍 怎么配 然后他出来以后 是什么样子 但是lint这个东西 我在加完了以后 我会在上面给他加一个开关 也就是平常的时候lint 我在给你们做完演示以后 lint我会全部关掉 而且如果真的在lint里边 有了提示 要不要改 你自己决定 而且你公司 要不要上lint这件事情 你也不要太钻牛角尖 不要说觉得 这二杆子精神一上来 说我就得 我们就得支持标准 我就得支持lint lint远没有你想象那么好用 也远没有你想象那么亲民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他是否决定 是否使用lint这件事情 应该由你的主管来做决定 或者你公司里面的CTO 或者大佬们来决定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到底要上 还是不要上 但如果你说 我在公司里就是带团队 我要不让lint 我真觉得 他所给你提示的错误 比他所给你造成的麻烦来讲 一半一半 有的时候该提示的错误 他不给你提示 他提示不出来 他因为他没那么聪明 他是一个静态检查工具 静态检查工具 很多的时候检查的是 代码的规范性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真正错误的地方 你要修的那个bug 他帮你发现不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会觉得lint这个东西 使用价值看吧 因为同样的工具 在不同的场景下 它的使用价值 本身也不一样 所以要看在你的场景里面 你是不是一定会 用到这个东西 好吧 好 那我们底下来配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首先要 我们看一下 首先他要安装 style lint style lint的话呢 包括安装style lint style lint config standard 我一个一个来吧 好 cnpm i style style le lint 坏了 没加杠地 有可能没加杠地啊 没加杠地 我看一下 他在那什么里面 这就是打错了 style loader 果然style lint 没加进来 再装一把吧 中间一定不要 按ctrl c啊 按ctrl c中间就出问题了 style lint 上去了 好 config standard 那这个地方呢 再装style lint webpack plivein 前面这个是style lint 的核心库 后面这个是 它的 config standard 是帮你去 产生一个 他认为的缺绳的style lint 因为 因为那个 那个standard 本来你要 你自己配 就有些什么 你要你要让他剪出来 什么东西 你把它desable掉 然后style lint webpack plugin 是他跟 webpack 能够 结合起来 使用 ok 稍等 我们玩一下 那什么 这个是这个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可以试图去 sell lint 因为他不是loader 首先要说一点 lint不是loader 他并不参与到第三阶段 像第一阶段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loader是webpack最基本的 plugin呢 他其实来讲是 只是说我帮你做一个检查 这个检查做完了以后 ok或者不ok 你自己决定 那我后面该跑loader 跑loader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配置一下 webpack configure 在这里面 首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那么我们要把新加一个constantstyle lint stylint 然后plugin 那么他应该等于什么呢 他应该等于require 这里边呢 是我们的style lint webpack plugin 我们首先生成这么一个东西 生成这么一个东西以后的话呢 那么 我们底下要配置 stylelint stylelint在配置的时候 跟他是平级的 在这里底下新配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要加逗号 然后这个地方 因为已经被拿掉了 所以这个是stylelint 然后的话呢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方块 方块里边的话呢 我们在这是要new一个东西 newstylelint plugin 因为上面来讲 其实是引入require 是把他的定义拿进来 就是这是个拿进来构造函数 所以底下要new它 new的时候呢 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个 用一个对象来出实化 然后后边这个地方呢 我们 没有那什么 这new就直接new这个大括号都可以 看一下 OK 然后这是这个大括号 这里边是有一个files 那么也就是说lint的时候 我们对哪些file进行lint的操作 因为你是css 那你只能去lint css相关的文件 那么哪些文件是呢 这里面列出来 星点css 对吧 这是没毛病的 那么剩下还有哪个星 星杠星点 less吧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说过 这也是 你这是css的 然后还有哪个 我们想一下 html吧 html里边也会有css 就是那种inlan模式的 对吧 然后这里面还有 其实还有一个叫view文件 viewe 但是我们这里面是react的 我们这个 不涉及到这个东西 所以view我们就不写了 然后还有一个星星 就是 有可能会遇到的 杠星点 scss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这个stylelint 在webpack里就配置完了 我们看看整个的步骤啊 这步骤 我也这步骤很乱 我也得看第一个安装 然后config 然后修改package.json